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 KPMG 安侯建業 稅務投資部、稅務數位及科技小組的廖一賢 Julie 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是 稅務投資部職業會計師令影聰Eason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Easo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KPMG Global 前陣子剛發布的 Test Remage 2023 Perspectives from the C-suite 最高管理階層的觀點大調查 報告共收入了銀額超過10億美元以上的 500名企業最高管理階層的見解 這邊請Eason跟我們分享 以稅務科技的角度來看 這份報告帶給我們什麼趨勢觀點呢 這份報告就像是對於我們這幾年 一直在提醒和討論的 稅務效能變革議題的趨勢驗證 結論顯示 企業傾向積極採用 像是人工智慧這種 越來越聰明的科技力量 可以讓稅務專業人員 專注於更具策略價值的工作 也協助企業更好的解讀稅務數據 來回應外界不斷變化的稅務法規要求 像是BEX 2.0和ESG 沒錯 報告裡歸納出了幾個重點面向 可以作為企業高階管理者 在規劃稅務轉型以及變革時的評估方向 包括了有替代採購模式 稅務專業與科技技能的結合 稅務部門如何迎向AI 以及當稅務議題遇上ESG議題的因應策略 人工智慧就是稅務部門勢在必行的下一步 AI已經在各個領域被廣泛的使用 企業領導者們擔心 行動太慢會被競爭對手追上 或是無法符合外界的期待 而行動太快 企業員工的知識技能和軟硬體設備 可能都還沒有準備好 只有當企業擁有足夠的專業、資訊工具和人才之後 才能將AI發揮最大的價值 舉例來講 與外部顧問合作 檢視與梳理企業內部作業流程 架設資訊系統 建置數據資料庫等等 同步了來培育稅務團隊同仁們的數位力 或是數據分析能力 才能夠成功的導入並使用AI工具來做好相關的準備 Eason說的沒錯 那我這裡再分享一些本次大調查的統計資料 第一 這次接受調查的百分之百受訪者都同意 更好的利用整個企業的數據 將有助於稅務團隊洞察未來 並協助更明智的管理以及業務決策 第二是百分之百的受訪者也都表示 人工智慧技術的普及 將全面改變稅務部門的人力資本以及用人策略 最後是為了提高工作流程效率 並減輕現有員工的壓力 已經有百分之五十九的受訪者 在他們的稅務或是財務部門中 使用新興人工智慧技術 那麼百分之四十一 尚未導入AI的事業中 也表示未來非常有興趣跟進 這次的調查結果呼應我們這幾年 持續討論的稅務效能變革 稅務職能重塑的相關議題 這道專任題我們會著力在 稅務數據與科技解決方案的實踐 若能成熟運用 將能凸顯企業稅務團隊 強而有力的戰略地位 成為最高管理階層當中 不可或缺的中間力量 是的 謝謝Eason會計師 這份調查結果 為稅務領導者 應如何以及從何 開始解鎖稅務團隊價值 提供了寶貴的趨勢觀點 歡迎各位觀眾 拜訪KPMG稅務數位 及科技服務網站 進一步了解 本年度KPMG最高管理階層的觀點調查報告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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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吳亮 blues 煙 別 那 你 那 是 我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